大家好,我是家人萬天狗 今天是台灣的生日 10月10號,生日快樂 每次觀眾朋友看我穿這樣就是 今天都是教練,不然就是連吃 雖然教練我也是很久在打名 很久在訓班 我們接了一個委託 說有一個201 5年的SUBARU LEMONG 1.6GTS在購 我們要來三年無四月街 其實車的我一整天都看好了 還在考慮 考慮的時候還會選擇我 因為 一樣的補給 我就是加2萬給你購買 幫你購買 別人購買我就加2萬 這車漂亮喔 你別人說我在暖車 弄得綿綿綿綿綿 重大事故有的 沒有要叫我加2萬 我是不可能的 昨天你有夠燒 好不好 今天運營了,我們就來走 昨天來賺車 他的價錢我已經說好了 今天開這隻 我們南米就漏房子 在我們漏房子南米金來購買 帥 漏房子這隻來購買 公司有兩隻漏房子 這隻M3廠棚 這隻420 英國外的那隻也廠棚 人家看你去 我們就先到這裡 我們來出發 拜拜 我們現在有出發的高車 一片兩片 一片兩片 然後是入貨 三片 入貨 自由貨 然後這個也有K到 然後這邊也有 一點點一點點 這一個酒窩 大的酒窩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是虛化整體的 這個是那個 它本身裡面的那個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個這個 這個桿子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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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我去拿 好 那我們也順利成功 走路這台A16年 LeVolk GTS 那因為呢 我加兩萬元 幸福了 我都要去喝酒 在刮湯 那等一下車子的介紹 我們就 交給我們的吉董 吉董會幫你們介紹 好不好 歡迎吉董拍手一下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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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今天任務也達成 其實我上禮拜 都看過這台車的 車主會賣我原因 就是因為 第一個車漂亮 我價格就是出的影片 也很高 那就看車況 然後我們保養 你們在原本花 是吧 然後總的整理 的部分 那喜歡影片 記得幫我信任 按讚 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是 乾要人 那我們下次見 不是下次見 等一下再見 等一下換我們吉董 palabra 大家好 我是宝贝国际 吉董 OK 那我们刚才这台SUBARUAR 2016年 Levonger GTS 我们整个收车的过程 顾车的过程 就到这边结束 那再来 我们直接为你们上路去试驾这台车的车况 之后呢 再为你们详细的去讲解这台车子 OK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上路去试驾 出发 Let's go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在上路试驾的过程中 那从 方向啊 它出发一路到 上高速 这段过程 就稍微试了一下 这台车子 那它本身的话 说实话车况真的还不错 而且 SUBARU像它出名的就是 地震以及它的底盘的调校 那相较于 台湾的路面 说实话它真的做得不是很好 它的调校 比较适合在这种路面上去做行驾 不会让你不舒服 软硬是这种刚刚好 了解 那喜董我想再请问一下 我看介绍上面说 这台车是水平对卧引擎 那请问水平对卧引擎是什么意思 其实水平对卧引擎 我讲句比较直白一点就是它把引擎放倒 所以相对它的重心会变得更低 更稳 稳定度会大大增加很多 不会受到因为引擎的重量 而影响到车身的稳定性 那全世界的话 只有两个长排 又去使用这样的设计以及技术 那就是苏巴鲁 以及报时机 OK 那我们现在要到 回到桃园了 准备要下交流道 待会我们回到我们公司 再好好去介绍 介绍整台车子 因为太晚了 所以隔天早上再介绍 我是宝贝国际机动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台 2016年 苏巴鲁梅梦的 1.6 GTS版的车子 它最独特的外观其实就是 它是住一个旅行室的造型 所以它是一个空津杖 它车场跟轿车是差不多的 但它整体的空间 而实际内部的使用空间变得更大 也像其实现在很多人啊 很多家庭都喜欢露营啊 拉高尔夫 像这些 需要载器区的时候啊 轿车的空间 就比较偏偏偏用 但今天 这个旅行室的车款 会设计这种造型 就是为了 这种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部的旅行室的 不然到现在其实日系车款啊 它的配备上面 表现得也非常的不错 我使用旁边的配备 但我以不同的价格 去选得到自己喜欢的车 它整个的内部空间 包含驾驶座 我这一桩 你看一下 其实它的椅子啊 包含 设计 这个椅子设计的部分 它不会说到很硬 就是软硬四种 所以做起来很舒服 然后 以及它内装的一些 车红线 的设计 让它整体的感觉 看起来 比较偏运动感 而且苏巴路 本身就是一个 以玩乐性质 比较大的车款 所以它其实 升级进化的空间很大 那再来我们看到后座的部分 刚才前座是我平常开车 我所乘坐使用的这个 空间 那我现在来到后座 我距离前 前座的这一个椅背 还有大约 将近两个拳头 差不多一个半至两个 1.75个拳头 的这个 宽度 所以其实它浓纳空间很够 而我不管说我在家人 在小孩 或是说在年长的长辈 其实这个空间都很OK 而且它的椅背的设计 本身就是做的 比较稍微微坦 所以我做起来 我可以很慵懒的做着 我也是很舒服的 以及它 头套的这个 部分啊 它其实高度做得刚刚好 就我等于是我可以让慵懒躺着 然后靠在头 休息什么的 其实都很舒适 那比较重点的一个部分啊 像我们的行李箱后背空间 好我们现在来到它的 行李 这个后背墙的空间 它整个非常 做得非常的宽敞 以及它的高度很够 我今天不管载什么东西 都蛮适合的 再 有一个比较重点的部分 它也有做 分离倾倒的设计 而且是做全平址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空间 其实我放一张床下去 都还足够 比较我身高 大约178公分左右啦 那我直接实测 实测我的 身高长 来做一个相比较好不好 我整个人爬下去 其实还有空间 其实还有空间 我的脚步其实离底部是还有一点空间在的 OK 那我们就以实测结果来讲 其实里面的空间啊 一躺两个我 躺两个我这一种真的都没有问题 空间都还不够 那我今天摆过物摆什么 是可以跌上去的 SALOMA可以更大 那再来回归到它 实用性的部分 其实像这一种旅行车款啊 大家都会想要去破坏它 那它原厂就有设计一个 上方的 行李指甲安装的座 那我们四个边都有去做 这一个 基本上的安装座的设计 所以说我不需要 额外的去 钻孔啦 去影响破坏它的 车体 以及安全性 等等的这个部分 所以相对来说 我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啦 它就是一台 好爸爸 专用车款 对啊 我们今天整体的 联盟格18路 GPS版本的 车压介绍 我们现在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